我们小区不是这里 我们小区是青曼里 交房以后遇到了很多 特别特别多的问题吧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新盘 我想让他们的领导更重视这个事情 陈先生的房子在杭州萧山的青曼里94房 总价200多万 今年5月25号交房 由德信广与星耀三家一起合作开发 他和记者约在了前堂区见面 这里是星耀房产的另一个楼盘 跟青曼里小区隔了20多公里 过来还得跨越前堂江 为什么要跑这么远 陈先生说原因写满了一本本子 第一个就是我们正南门 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电线杆的 现在我们出行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时有一个邻居出车祸了 电线杆在这里 我们的门就在这里 你看得到 第二个问题 这是今年夏天的时候 也是南门电线杆这条路 就水已经不能过车了 这种比较严重了 这应该是下面的排水没做好 第三个问题 通汇南路 我们交房前 这条路是通的 但我们交房后以后 这条路已经给封死了 那我们现在回家 要从前面调个头 才能到小区 电线杆不是我们的 是电力局的 这条路是要进行提升改造的 提升改造以后 这些问题才能解决的 那我的红线还是在这条道路的 应该是在四五米以内 包括他现在所看到的这些 绿化这些 其实都不应该是我们去做的 小区红线外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表示 没有权利去处理 陈先生反映 小区内还有一些质量问题 这应该是在上上个月发生的事情 五号楼的电梯坏了好多次 经常这个邻居坐下就咔 从一楼可以干到地下室 或者二次层一下子到一楼 电梯的问题之前确实发生过 比如说有它自动保护 然后降到服务医 有问题我觉得是正常的 就是能不能来及时去修掉 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你说一个项目工程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我想哪个开发商 也没有这个胸部说去把证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污水管道爆掉了 为什么会爆掉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地下的管道 都被堵住了 这两个车位是陈先生邻居的 他说当时污水遍地 车位可想而知 地上很多很多都是了 车位26万一个 那两个的话也不是二万 你每天都说南京地的省事 还有这个污油这个车位管理费 我们也是进行了维修 这种问题是已经维修掉了 堵塞的原因有多种 一种是可能后期交付以后使用 可能造成的这些堵塞也会有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前期管道 可能有局部的有塌陷 或者是他有压扁 我们之前交付前其实都是有做过检查的 有污水管道也是要通过验收的 陈先生说污水管道的问题 开发商确实在维修 至于维修的效果他形容地面像是打上了一块块补丁 不美观 确实我们施工单位在维修的过程当中 就是没有按照我们公司的标准来 我们还是要把它各方处理 然后整整齐齐 要方块方正 不能做落来落去像蛇一样 这个我们也发现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 我们观感类的我们也能去处理 还有很多的问题 陈先生表示就不一一说了 总之这次买房经历让他十分失望 买房的时候是冲新药这个品牌的 杭州的嘛 没想到令我们太失望了 太太失望了 不是一般的失望 我们其实是不想面对媒体的 因为自己这个也尴尬 但是我们维权了 估计也有四五次了 给的答复就是应付 付业 托 陈先生同意了负责人给出的方案 希望提出的问题能得到妥善处理 腰包腰包黄金也接着报道